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继续给您分享囊牌的视频 不过在此之前 首先我还是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函数输出out的指定 对 在囊牌当中给咱们提供了很多的通用函数 今天我就给您介绍一下out关键字的使用方法 好 咱们马上看今天的知识点 大家请看就这么一个 YouFunk通用函数的输出指定 今天我给您介绍的是out关键字 它可以指定输出变量以及输出的形式 都是什么意思 咱们马上看实战演习的部分 其实一点都不难 实战演习一上来 咱们先import一个num牌 今天我给您演示 还是采用Google的collab 大家请看 我先连接一下 没有问题 对吧 然后开个代码块 好 咱们做什么 大家请看 首先我这声明两个数组 一个是arrange声明 01234 一个声明一个空数组 好不好 然后大家请看 我把a这个数组 这个是这个地方吗 01234 分别调用这个乘法函数都乘一个10 那么它会把a元素中每个元素都乘一个10 对吧 然后输出到哪去 一般的来说 是咱们接这个函数的返回值得到结果 对吧 今天不了 今天我这给了一个out关键字 让它把这个计算结果输出到这个b中去 为什么 这指定了吗 输出到哪去 我这给您指定一下 所以说在b中会看到a乘以10的计算结果 马上运行看结果 好 大家注意看 Let's go 出来了吧 为了让您看得明显 我呢把元素组a也打印出来吧 好 再试一下 大家请看 元素组是01234 经过这个地方乘一个10 变成了0102030 同时我打印的是这个b 对吧 我并没有把b写在通常的这个地方 而是通过这个输出关键字 让它把计算结果输出到这个b中去 对吧 所以说这打印出来 没问题吧 就这么简单 好 那咱们这个明白了 咱们再试一个其他的函数 比如说开放 咱们试试啊 我呢再给您借个代码块算了 好 咱们再试试开放 大家请看 我针对2这个数值进行a数组开放 也就是说它开0次方 1次方 2次方 3次方 4次方 分别得到 对吧 123 123 124 8 16 然后呢 把计算结果呢 输出到b中去 运行到这为止 您会发现 我干嘛要多这么一部手 我直接把b写在这 不就可以吗 b等于 然后不就可以了 对吧 为什么要专门加一个out关键字 是因为 大家请看 咱们不但可以直接输出计算结果 还可以 大家看这个位置 指定计算结果所要输出的位置 这个才是重点哦 马上运行看结果 刚才啊 咱们是把计算结果直接输出 所以您觉得和我直接写个b等于没区别 现在不了 咱们要指定一个输出结果的位置 马上看结果 好 大家请看 我这定义了一个b的 有十个元素的空数组 对吧 然后a呢 并没有变 还是01234 然后呢 我把这个a分别加上一个100 对吧 加100之后 大家请看 我out到哪去 我存到哪去 我刚才是仅仅存到b里面去 现在不了 我存到b中括号 然后这里面有个切片 最后这个位置写了一个2 这个2是什么意思 是不长 也就是说 您看到的结果是这个b的0 b下标的0 b下标的2 b下标的4 b下标的6 b下标的8 为什么 因为不长相当于把下标加2 而不是普通的加1 那么咱们这行语句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把a各个元素加上一个100 然后把这个结果呢 存到b 然后不长加2的各个元素直上去 听起来有点像天书 对吧 马上运行看结果 一看便明白 试试 够 大家请看 咱们有一个全0b数组 然后呢 咱们计算出来的a数 大家请 这个地方我就重新计算一下 这个重新加了下a数组 得到的是 100 101 102 103 104 这个是加完的结果 然后我把这个加完的结果 复给b 但是呢 不长要为2 我要是跳一个 复一个 所以说 咱们这行复完之后 b看到的结果是 大家请看 第一个值是0 100没问题 b的第二个值 大家请看 是0 对吧 说明什么 这个值我没有被复 然后b02 这个位置 我给复上了 刚才的101 对吧 然后b03 又没复值 b04 跳一下吧 对吧 然后呢 附上刚才的102 对吧 大家请看 这是b输出的结果 它并不是挨个复值 而是把锁引 跳一下 再复值 为什么 因为这地方 咱们指定了不长 这个就是out 关键字 使用的灵活性 这个地方呢 您要掌握 今后可能 咱们在深度计算数据 整理的时候 可能偶尔会需要用到 咱们复值的时候 输出函数的位置 咱们要跳几个 然后再复值 这个时候呢 就要用到out关键字 好不好 OK 以上呢 就是今天我给您讲解的 咱们noun牌中 通用函数的 out关键字的使用方法 希望您呢 能够掌握住 这个知识点 OK 以上呢 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 关于noun牌中 咱们如何使用 out关键字的 基本的使用方法 希望您呢 能够掌握 然后呢 我今天代码呢 都会放到GitHub上去 有兴趣的朋友 下载本地运行一下吧 OK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 大概就这么多了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呢 希望您能够订阅一下 我的频道 然后呢 点赞加分享给您的朋友 好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吧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 再见咯 拜拜